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x平方-6x加9 他叫我們解這個式子的大於0 那同學想一想 x平方-6x加9 他實際上的就是x-3的完全平方 你把展開以後呢 他就是x平方-6x加9 那因為呢我們知道 x-3的完全平方 他這個x呢 不管等於多少 這個式子呢 他一定大於等於0 一定大於等於0 那所以呢 這個x平方 x-3的平方 或者說呢原式 這個x平方-6x加9 他大於0的這個解 也就是x-3的完全平方 這個大於0的解 只需要什麼呢 只需要x呢 他不等於3就ok了 只要x不等於3的話呢 你給他帶到上面這個式子裡面去呢 他就會大於0 他就會大於0 那麼這裡 這裡這個式子呢 他是說呢 x呢 如果不是3的話呢 你給他平方以後 減3以後 他大於0 如果x是3的話呢 那麼你給他帶下去 他有可能會等於0嗎 那所以我們只要去除掉這個x等於3這個情況就可以了 那因此呢 這一題的這個解 我們說呢 就是x呢 他是所有的時數 都可以 但是唯獨呢 這個x呢 他不能等於3 只要x不是3的話呢 那麼你把他減3平方以後 他就鐵定大於0 好他就鐵定大於0 好所以這種完全平方的呢 又是另外一種形態的題目了 那我們再看一個像這樣子的題型呢 同學參考一下 假設說呢 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題目 改一下 改成呢 x平方-6x加9呢 小於0 那同學這個 因為x-3的完全平方呢 他一定是大於等於0 不可能怎麼樣 不可能小於0 好 不可能小於等於0 那所以呢 如果是這個的話 我們就說呢 這個不等4呢 他怎麼樣 5解 沒有任何的這個x 可以適合這個不等4的解 為什麼 因為x-3的完全平方 他一定大於等於0 好 不可能小於0 這個沒有等號了 不可能小於0 不可能小於0 所以呢 他就5解了 你的解集合就要寫5解 那我們再把這個題目呢 再改一下 比如說呢 他叫我們解x平方呢 -6x 加9 小於等於0 好 這個差一點都沒有 好 同學這邊是小於0 這是小於等 那我們知道呢 因為 x-3的完全平方 一定是大於0 所以 x等於0的時候 你可以 等 x-3的平方 他是等於0的 那其他的數字呢 都會使得他大於0 會使得他大於0 所以呢 這個數字呢 這個數字 解集合他叫 1 等於0 那 因此呢 滿足 這個不等式的解是什麼呢 就是 3 就是3 1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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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所以 同學 呢 就是 這個 就是 這個 這個 集合 所以 同學 可以 解釋一下 這個 第一個 x-3 -6x-9 大於0 那 除他大於0的 X 非常得多 是因為呢 他 解釋 三方以後 好 這 40 你必須根據這個事實呢 來 寫你後面這個答案 好 如果是 大於0的話呢 那因為呢 他一定 大於0 一定大於0 所以 只需要去 那個等於0的 情況就ok了 那什麼時候等於0呢 是X 等於3的時候 他是等於0 所以 他X呢 不等於3 其他的X都可以 X都可以 像這個 這個不等於4呢 他要小於0 那因為X-3的 他不可能小於0 所以 是無解的 好 那如果你把這個 本式 小於 小於等於的 那麼 這個式子的解 就 3而已的 好 好 好